好 得奖小朋友和有礼貌的向頒獎嘉賓敬禮 这里是台北市内湖区周美里 一年一度的奖助雪晶颁发活动 希望鼓励里内学子勤奋向学 今年从小学生到博士生 共有430位学子受惠 比起第一届的90人来说增加了近5倍 今年是破纪录 史前没有这个纪录的是430位 国小组就有206位 可见我们这个社区所有的家长 包括爷爷奶奶都是非常关心教育 能够借这个奖学金 这个活动的典礼能够刺激孩子们 给他们一个向上提升的一个能量 当选里长候机举办奖助雪晶活动的 周美里长邱莉玲特别感谢 周伟庄新安公管委会及信众 与地方善心人士的经费支持 让这项有意义的活动可以持续办下去 我们大家希望说把我们的这个收的香油钱 回馈我们的乡里 然后呢鼓励我们的孩子 在读书方面呢能够有一些正向的一个提升 所以我在这里呢感谢我们周伟庄新安公 所有的委员们的支持 让我们这项工作能够持续一年一年 而且呢这个经费也一年一年的这个足高 这项台北市由地区举办规模最大的奖助雪晶颁发活动 获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学校校长和各级民意代表认同 对邱里长的努力更为肯定 越办我觉得地方的善心人士越多 这也提升了我们现在 整个台美国小很多学生 大家读书的原动力来鼓励大家 我们希望我们每个小朋友 从现在开始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博士措施 考什么都包中好不好 好 这个是所有爸爸妈妈最想要的 我们周美里邱里长很热心 而且也很积极 然后长期在地方上很重视我们小朋友的教育 让小朋友可以在这个奖学金的活动里面 养成这种荣誉的心 我觉得也很重要 这里有一个这么样子的一个好的活动 就是有颁奖 然后我想说这个里长 还有我们地方的人士 对教育这么样子的一个支持 对小朋友来讲 我想说是最大最大的一个资源 代表他们也有想谢谢我们邱里长 那其实邱里长不只为小朋友捐出这个奖学金 其实他对台北投小的孩子的各种 包括交通的安全 包括生活的照顾 所以他都挖了好多好多的心理 那我觉得颁奖这样一个仪式非常的好 给我们小朋友很好的鼓励 那并且呢 孩子能赞成长过程 需要那么多的善心 那么多的支持 那么多的肯定 这个特地代表一下我们新生产 台北市政府市政顾问陈启鸿也提供伴手礼共襄盛举 领完奖学金之后 回去继续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然后好好用功读书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活动的意义 获得奖助学金的肯定 得奖学生都很开心 也强调会更认真努力学习 可以更努力学习 然后呢就为了上台颁奖 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比较需要 金钱自足的学生来说 会比较有动力 可以奖励学生认真读书 对 对可以让自己认真一点 感谢大家这个邻里的支持 然后包含里长啊 一些社区的这个单位 让我有办法获得这个奖学金 然后有办法支持我的这个学生的生涯 获奖的学生家长也觉得予有荣誉 只说是一项很棒的鼓励 里长在这边办这个活动应该好多年的 小朋友从上小小一的时候 一直领到这里 对对对对 真的是不错的活动 鼓励大家一起 更棒的是这群得奖学生 不仅成绩优秀 还乐于参与地方活动 像台美国小五年级的李守恒 就曾跟着阿公当志工送餐 康乔林瑞安更与姐姐 共同捐出奖助学金 希望协助里长照顾里内弱势民众 形成一种正向善的循环 就是会遇到很多阿公阿嬷 然后呢 我们会把便当递给他们 他们会跟我们说谢谢 我们会跟他们说谢谢 在里长的FB上面 看到那个北北很需要帮助 那想说就把 因为刚好得到奖学金 就想到我们姐妹的奖学金 都可以捐给北北 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公共服务学习 然后也可以跟社区做一个连结 未来我想呢 从小他们就愿意跟这个社会 做一个善的一个循环 未来一定都是一个国家的动良 邱莉玲强调周美里奖助学金活动 会持续办下去 明年目标扩大争取到600个名额 希望鼓励更多里内学子 乐于学习 未来能成为造福乡里的国家动良 周美里在不在 在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